我是鄉民風水師的開發者 那我先介紹一下這什麼東西 它是一個人文地理工具 就希望大家可以透過鄉民風水師看一下 就了解自己關心的人文地理 然後因為我希望讓這個東西變得比較親民一點 所以我把它包裝成一個風水道具 就是你可以用這個東西來測量風水 例如說看人家附近有什麼大胸的東西 然後這用了open street map 跟一線地圖的技術去做出來 那它現在長這樣 那圓圓那顆東西是一個直北針 它就是一個24山的那種風水落盤 我還想更努力把它做得更有風水的感覺 然後那個胸 那三支針那個胸就是胸仔 然後現在的版本因為為了希望有一點文青的感覺 所以那個左邊的這個地圖就是用牛皮質的方式去 對 那個風格去刻出來 就是希望這個東西看起來像以前古代的那種地圖這樣 但有一些科技感的東西我還是想辦法把它打掉 因為這個東西實在是不夠...怎麼講 不夠有風水式的感覺 對 不夠懸 對 不夠懸 我還正在努力中 那因為需要做這些東西 所以目前有缺的就是 在商店的banner 目前 我是隨便貼一張照片上去的 所以希望如果有人可以幫忙的話 就非常需要你 然後再來是需要做一些icon設計 例如說剛才那個...這個胸 我覺得它的那個...視覺上還不夠... 對 不夠兇 可能我希望上面貼一個符咒這樣 對 就是那個符咒貼下去 然後再看起來就非常兇 然後如果有人有Galaxy Note 3 那我非常需要 因為現在有一隻蟲在上面會發作 然後我不知道為什麼會發作 然後現在發展現況 裝置數是274 安裝人次是1819 那最近有呈現B型反轉 非常高興 然後未來會再推出web版跟相應回報 然後會希望可以再增加 車禍熱點跟犯罪熱點 講完了 謝謝 謝謝 請問你的證詞不是風水池嗎 蛤? 我...我證詞...證詞不是風水池 證詞不是風水池